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脸部会不定时分泌一些油脂 不过这层油脂也是具有保护作用的 如果频繁清洗还有可能会破坏皮肤保持上瓶 水质非常不好的 同样还会导致皮肤成为敏感肌 这样也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大家以待记住 千万不要频繁吸电 看完这个视频大家应该都知道 身体上哪三个部位不能频繁吸气吧 这个三个部位脏一点也是没关系的 感谢视频者阿随 我们下次再见